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Crazyjacket Studio 我是史萊姆 大家的實況主 今天我們要打關卡了 對 今天我們帶上這個水狂魔隊 水狂魔隊去打這個關卡 今天是我水隊第一次去吐藏 因為我的雙乳剛剛在之前的那個 上杯的時候抽到 然後就剛剛練好 而且還沒有練好他的CD只有5耶 但是我是帶到8 然後那個技能到8 然後再吃野人麵鳥到9 感覺還是不夠耶 我感覺還要練一下 如果我快點有多點鳥 野人麵鳥之後可以快點給他吃啊 我不想練啊 感覺很辛苦啊 好吧還是快點開始 對 在一邊打的時候 我們一邊可以講解關卡的情況啊 我覺得這個關卡小怪都很恐怖 對不對 大家如果打的話感覺到那個 小怪各種厲害啊 如果用這一隊去打 其實還好啦 我覺得應該還有其他隊 比我這隊還要簡單的感覺 一開始我是面臨一個很差的狀況 就是一開始我的那個柱啊 卡的太厲害了 然後新柱只有三顆 然後轉彎 已經沒有了 怎麼搞啊 你看我的血量啊 多畢句啊 現在我要看看到底我能不能成功啊 感覺好像要吃石頭的感覺 好啦剛好做到一個 不是剛好 是做到一個全體攻擊 全體攻擊之後 把他幹掉 OK 順利通關 沒有通關 從第一個回合而已 已經那麼辛苦了 是我轉的太差好 還是這個關卡真的難啊 奇怪 其實這邊應該全技能啊 你幹嘛殺他 殺史萊姆 哎呀白癡啊 各種智障啊 其實剛剛那邊的那個迪金 其實可以全技能 他CD4欸 可是是慢慢全技能挺好的 但是可能我沒有看到 就看到五顆星 五顆水柱之後 立刻轉在一起啊 我轉的太急了吧 要敢收工嗎 哈 史萊姆啊 白癡喔 好啦 這邊情況不錯 本來我想要把 左邊的那一隻是 把他留下來慢慢全技能 但是發現他是第一 然後呢那個 他的攻擊力也挺兇的 所以我是沒辦法全拿在這裡 還是要慢慢把他殺死 對呀 你看 四千欸 對我這對了 所以太多了 所以沒辦法要把他殺死了 好啦OK OKOKOK 順利到第四個回合 還沒到最難的那個 其實第五關跟第九關是最難的 除了這兩關王 王也沒差 王我覺得還好 最難是第五關跟第九關 對 然後小怪也是很恐怖了 你看 小魔女啊 好坑啊 多厲害 還是立刻把他殺死 其實已經可以留下來 全技能 但是我沒有發現 哎 各種智障 這個打的時候打得有點 狀態不太夠啊 感覺 就是可能只打 只打了一兩次 的感覺 還不是很熟這個關卡怎麼玩 好啦 這邊就是要小心啊 一般要開爆發吧 不能不開爆發有點危險 這 建議還是要開爆發 然後把右邊的兩隻殺死啊 你看 哎 如果順利其實可以把右邊的那隻都殺死 然後剛好沒殺死的話 你要 要 接收他的那個 那個毒啊 那個毒啊 多慘啊 扣我多小啊 扣我剛剛 扣我是 三千多還是四千啊 啊 如果是同一回合要同時要接他們的攻擊的話 肯定會GG 所以這邊呢 你肯定要在左邊的那隻攻擊你之前把右邊的兩隻都殺死 哦 這邊就是這個情況 殺死他 OKOK 完美完美 到第六個回合 這邊我記得在這個轉的特別好 大家看清楚啊 各種厲害啊 哇 厲害厲害 多快啊 轉完還要一半的時間 吃個combo 多帥啊 帥氣帥氣 好啦 其實一邊轉的時候還沒到重要的情況 這可以說一下 我 快到台灣了 朋友 我很期待可以見到大家 其實這次我去台灣其實是 Mathat 就是風頭的公司 就是神魔之塔的公司 邀請我去 那個電話節當那個嘉賓啦 所以 其實我還是很期待可以去玩啊 其實之前一直沒有說 其實感覺啊 好像 我不知道 之前官方跟我說 在他們還沒公布之前 先不會有說出來 但是我發現公布裡面沒有說我的名字 所以還是我自己說 說出來好了 不然大家去台灣的時候沒有看 沒有 沒有人去看就不行啊 難得我去台灣啊 當然要想要看到大家對不對 然後我去幾個地方啊 先去那個 電話節我每天都會去 然後我會有一個交流會嘛 交流會也會跟一些朋友 已經報名的朋友去玩啊 然後還有小線還有巧巧 可能會到 喔好吃大喔 有巧巧啊 多好啊 真的 太厲害了 有重年級的人馬 出現在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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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啊 還有誰呢 還有其他很有名的人啊 但是 不好意思喔 其實已經幫 已經滿了 其實還 這邊 本來是要全技能 不小心轉到水珠 啊 多白癡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說到哪裡啊 剛才啊 對了 就這樣的會啊 其實我覺得挺好玩的 如果沒有去到朋友 沒關係 我會 怎麼說呢 啊 對 這一次除了我跟小線 會在那個電話節去出現 其實還有一個人 那個 特別存在的一個人啊 他就是Case 如果台灣的朋友 有看過 GP的影片肯定知道Case是誰 Case就是我們其中一個管理員 其實他也跟我一起去啦 去玩啦 去玩一下 其實挺好玩 挺開心 啊對 還是繼續說關卡了 繼續 台灣事情 等會再說 這邊最難的時候出現了 就是那個 第九關 兩字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怎麼唸 普通話怎麼唸 這個很難喔 老婆這個點毒啊 色役點毒 色役點毒 色役 色役啊 死嫂照我了 這個叫色役 啊 對對對 在這邊其實還是要想行啊 所以 如果左邊的沒有殺死的話 其實很麻煩 所以這邊還是要先開一下那個水魅的技能 然後我的水魅已經解放了 所以他的技能更OP 就是可以延長我的轉珠的時間 剛好在這個關卡有用 這邊其實有個小事物 我剛才轉的時間不夠 不然我要轉多兩個COMBO 這可以把左邊都也殺死 但是 喔 永遠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好康的事情 對不對 OK這邊完成 左邊OKOK 其實到網路是沒有太大的身心 因為我血量也不夠 然後我的技能也沒有 我這幹著啊 該怎麼辦啊 沒辦法啦 這裡好像沒有辦法 然後一開始應該 在這邊沒有太多水珠的情況之下 應該先淚珠嘛 感覺 不淚珠的話 不行 但是淚珠的話 我水魅魔的那個主動 那個對獎技也有瘦弱一點點 但是還是沒辦法啦 好啦這邊 其實我要留心珠了 經常來說 但是我不小心 因為我要轉到 我想要轉到6COMBO 所以這邊我沒辦法去留心珠 啊 好痛喔 那個 BOSS的攻擊還是有點痛 然後是第一 還是挺麻煩 所以這邊我要沒辦法 沒辦法我要用到那個BW的技能囉 啊 BW的技能在這邊叫我一命 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 但是 終點的時候來了 到底我這裡 轉不轉到6COMBO 啊轉不到耶 那個安珠 其實還有時間可以把它轉到 太急了 然後 各種運氣 剛好274 沒色 哈哈 無齒天將哥就是我 謝謝小仙給我這麼棒的名字啊 我其實很願意一直把我十幾個名字 無齒天將哥 技術武器下去 技術天將下去吧 好好好好 這裡還天將一個 哈哈 不然的話不能把他秒殺 哦 謝謝謝謝大家 順利把他秒殺 然後還有卡耶 哦 多感動 Factory啊 有卡的Factory特別感動 不然是都是彰化一對啊 好啦好啦 已經完成了 這個關卡沒多難啊 其實好難啊 其實感覺還有其他對比這個對還好 就是老人對啊 感覺不錯 好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跟我差不多的配置 也可以試一下用狂魔隊去打 其實感覺 如果有看過這影片 你知道在哪裡放你的技能啊 哪裡比較小心就好 其實還OK 也挺穩的感覺 其實剛才我各種不小心啊 然後我各種運氣 不錯 對啊 剛才還沒有說完就是 Case會跟我一起去台灣去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Case的正面目 哦 不錯 然後呢 就是我會在那個交流會廂跟大家見面 然後就是 還有一個終點節目就是 我會去那個麥卡貝的那個紫黃黃下面 當那個主持人啊 哦 史萊姆要去台灣當主持人了 哦 這件事情多厲害 其實有點期待 有點緊張 對 因為 好像沒有試過用普通話去當主持人吧 第一次第一次 去用普通話去解說 去打關卡平常做很多 但是第一次當主持人的話 感覺壓力還是有的 然後那個搭檔是 超厲害的摸面人 摸面人 是摸面人嗎 摸 摸 摸面人 摸面人 哦 對對對 不好意思 我不懂念 死嫂說要打電話上去 沒事 當時我一定會接你的電話 所以大家 如果有看這影片知道的話 肯定要 當時我要PO6年節 大家記得要去看 對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基本上我去台灣的行程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 這些比較重點就是 我會在電話剪輯的來找我 哦 一起玩一玩啊 好了 啊 對 重點是吃東西啊 我在這段時間減肥 就為了去台灣去吃 瘋狂的吃 哈哈 好啦 再見了朋友 各位朋友們 再見 下一次可能在台灣見 拜拜